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轴瓶往板架的时候 秦小公也非常的惹性 即使抬撒发 踩空调又是一路护松 最终把轴瓶往安全的送到了罗羊 然后轴瓶往看到小公说这么惹性的 并且他说还替他大炮劝容 所以轴瓶往就很感激秦小公 握住了秦小公的双手说 说 这次多苦了你 要不然后果真次不堪摄像 那要把你讽为主侯 再把齐散一喜的图体都给你 老四在罗像是粮片夹磨了 你刚弄了点不赶紧送过来 你看这次是小不小 所以在秦小公揪肘右拱 并且护松平往董浅之后 前就正式成为了肘刀的主侯果 终于跟齐触眼睛这些是一个级别的来 以后做一个爪大麻将也都有地气的 随着肘平往董浅 肘刀里四边粉为了两半 一半是以薅井为堵成的洗肘四起 一半是以裸衣为堵成的董肘四起 董肘还有名字叫纯球粘果 肘肘子被迫董浅 这都是一带姐的一带的轴点字 前仆后继的自己左思做出来的 尤其是周友王子汉包本人非狄黎叔 找来了他杖八审后带着劝容一吨乱干 最终道之洗肘已去不复犯 但秦小公甚时夺失抓住了这次李四几欲 是秦加入了祖侯行列 也死在秦小公被周平往访为祖侯之后 才真是有了秦国这一称呼 秦小公在秦国内法战四场地位非常重要 他不仅是秦的李国子军 而且他也为秦人以管仲为根据堤 相动法战的辉煌四叶定了第一块几十